你好,歡迎收看10月9號大花蓮地方新聞,我是盧宇慧 瑞瑞烏槓部落聚會所厘清客服用地還有廠商違約重啟僻件作業 前前後後花了十多年,終於在今天正式落成啟用了 成為全台灣唯一兩層樓建築的聚會所 親自參加剪彩儀式的原住民主委員會主委一將巴洛爾表示說 當務之急是要協助部落來設立文件站來照顧部落長輩 花蓮縣瑞瑞烏槍部落聚會所啟用典禮全場 請剪彩 等了超過20多年,瑞瑞烏槍部落終於有了自己的部落聚會所 族人以歡慶豐年的心情迎接慶祝 從民國66年在都市計劃區內成立五槓部落 非常高興,讓了十幾年,終於完成了 那麼漂亮,那麼美麗的聚會所,謝謝 對主委來說都很高興,很開心 也只能說這個聚會所能夠一直延續到我們的子子孫孫 從民國66年在都市計劃區內成立五槓部落 96年,時任頭目及幹部五四捐地作為部落封年祭典場所之用 直到兩年前,在瑞瑞烏槍所會代表首長 全力協助解決土地變更之下,終於動工興建 不料半途遇上廠商違約,隔年重新啟動興建 現在終於完成 鄉長陳敬光代表地方部落感謝各界的協助 都市計劃內的土地,我們還透過都市計劃變更為機會所用地 然後在建築規劃設計的發報的時候 我們還有一個廠商違約 本來去年這個就應該要完成了 所以這個整個過程裡面是非常多的困難 但是我們都很堅忍的把困難一一的克服 才有今天的成果 我們這邊給大家掌聲一下 歷經波折五港部落聚會所終於落成啟用 為全台唯一兩層樓建築的聚會所到場參加的原住民族委員會主委 一將巴洛爾,除了是公和部落並表示 除了作為族與文化的推廣教育 就是要全力協助部落設置文件站 佩見過程從無到有,可說是關關難過,關關過的無港部落聚會所 前前前後後也花費將近2100多萬元的工程經費 現在落成啟用,不僅部落族人,地方各界人士 也都不為風雨一起共襄盛舉共同慶祝福 記者是玉蘭瑞士採訪報導 seven,這個有性格是玉蘭瑞士採訪 有性格是玉蘭瑞士採訪 有性格是玉蘭瑞士採訪